我就是特别心疼你 我觉得 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污名的话 我特别难受 过来 过什么了 你看到这些照片吗 我昨天就看到了 哇 还中心人的 好几乎手机 聊什么呢 聊不着 聊不着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 这回茶门死茶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嘟嘟囔囔的又嘟囔什么呀 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 怎么了 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我说 我已经问了公司的电脑工程师 他们能不能消除这些照片 可暂时还不行 等我要知道是谁弄的 你看我不弄死他 我们律所里 谁发的 我也不知道 是发到律所的邮箱的 助你们已经看到了 律师们知道我会知道的 继续 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师父 我 我有一件事 作为明堂的行政总监呢 我觉得有件事情 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 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还有外面很多的同事 都已经收到了 我们某位同事的私人照片 现在律所呢 正在调查这个邮件的来源 不过呢 我觉得这张照片 对律所来说 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觉得 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张照片是非法所得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外传了 我自己说吧 这些照片不是新的 是几年前我在轻安金融圈 和当时的男朋友拍的 虽然不是什么十八镜的内容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还挺感兴趣的 我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吧 我猜很快 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也许很快会成为 近海法律界 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是 我觉得许律师的这些照片 对于明堂的声誉来说 是锦上添花了 如果因为我的过去 给明堂造成了名誉损失 其实我很抱歉 但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没有任何错 我也认为许律师没有任何错 照片的内容怎么了 没有任何的裸露 只是一对恋爱的男女 在一起拍的合影 我们现在连自由恋爱 都不允许了吗 退一万步讲 男为婚 女为嫁 两个人关起房门做的事情 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 难道我们要像 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的人一样 一起霸凌她 落井下石吗 我认为他 面试还顺利吧 我跟老黄提了你 他很认可你的 谢谢啊 跟我客气什么呀 反正最近啊 程太都在疯狂地招现大事 还不如你来 我们一起打平下 等会儿见的 都是几个律师朋友 都是一个学校的师兄弟 以后互相帮衬 走 月秦 说着呢 对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同学宋修 你好 你们好 现在在明堂之后要来成泰 你在明堂 巧了 吃瓜吃到第一线 你们明堂今天爆出了一个大瓜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 这简直是律师界的一个大新闻呢 你们俩谁呀 这身材可以呀 平时你们律所跟男的 是不是夜情玩得开的呀 爸爸把照片散了 别小气嘛 说说玩嘛 这身材可以啊 你看 我怎么把照片散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怎么打人呢 别打人了 别打 放开 为什么打架 你是律师 但是 打架是经纪 律师也是人 也有情绪的 还想别律学调查 还没写过 那我跟他们也是户 我也可以检举他们呀 今天的事情 我都听说了 刚才相对орд 不过 什么意思 我们都听说这根本 你们还不能不 详伙 那我都听说了 你还不讲真 那个程度 那么 就发现这桥子 感谢观看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里啊 李主任让我和程响去福门 福门 菲莱茵 那要不要我把我资料给你啊 和菲莱茵没有关系 什么案子 秘密 我证据三天就回来 我建议你和李主任好好聊一聊 知道了 你要出门啊 多亏了孙哲伟 帮我们医院搞定了亲爱的投资 还想叫你一块庆祝呢 走吧 情绪管理得挺好 这不是答应你了吧 你去福门要记得想我 不想你想谁 这还长 我说你就不想要 我去福门了孙哲伯 我去福门了孙哲伯 对我还没想到 我去福门了孙哲伯 我去福门了孙哲伯